上禮拜我们主要是讲到那个最后这个这个范例,那这范例我主要是补充的一些东西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这个里面的加入一些输入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增加这个这个运算 比如说呢,有一些值的我可以给他一个输入的一个视窗 所以我们后来是把它改写之后,改写成类似像这样,就是呢,请那个 就是让那个使用者自行输入,比如说输入什么输入负号 那最后可以秀出来的就是比如说输入两个 输入负号就写出负号 那如果说要运算的话,你可以比如说先请输入一个什么,一个值 请输入比如说这个这个一个A值 然后呢,再输入一个B值 然后呢,让这个去做一个运算,把结果输出来 OK,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想这个A值,比如说这个地方A值 然后一个是B 比如说一个A,一个B,然后A跟B之间呢,可以做一个运算 这个范例是在三支四支二的部分 那比如说呢,我们上次上课主要是利用 这个地方有个叫什么Trade Option Pen,应该有印象 那实际上这个部分本来是不属,隶属于这个Java内部的一个类别 那我们 如果要使用它的话呢,就必须用一个Import 这个关键,这个关键字 然后呢,把它引用进来 因为它是隶属于Java X的一个Swing 的这个套件里面会有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类别 或者你可以把它当一个韩式库 那这个韩式库里面有个功能 这个功能就是可以,假设我今天需要什么 需要可以让使用者去Input一些东西的话 那它里面有一个 这个这个Function 就是它有一个函数呢 就是Show Input Dialog 就是它会自己跳出一个视窗 那这个视窗后面呢 我们可以接一个什么,接个字串 那就可以输入一个A,一个B 那这个A跟B之后 最后我们就会把它秀出来 秀在哪里呢 秀在主控台 所以这边有个System.out.print line 就是把它输出 输出会加上前面有个乘法运算 加上什么A,加上B 那因为呢 我要把取得的资料呢 传到前面去,传到哪里呢 传到这个变数A 然后B也是要传到B里面去 会有A跟B 那最后才可以把相成的结果 秀在画面上 那这里要特别注意 就是上个礼拜的部分 我特别强调说 我们用它来取得 使用者所输入的值的话 它一定会是什么呢 它是会是自串 而不是什么呢 不是整数 那在Java里面 它的资料类型呢 如果你不一样一定要做转换 那转换的方式的话呢 在Java里面 如果你要转换成整数的话 一定要用到所谓的Integer 点Value 那Integer也是一个什么呢 也是一个类别 那这个类别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类别是 它的一个类别的内容的话 那其实在Eclipse 它有一个非常贴心的功能 这个功能就是你游标放上去 它也会跟你 告诉你说呢 这个类别 它是隶属于哪里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会觉得 老师为什么这个类别 为什么 是什么呢